邀請大家一起手疊手 副總統賴清德在總統府內 宴請訪臺的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 以及眾議員林沐昕 用和中西建制 麻生主動提到臺灣大選 因為他已經見過柯文哲和侯友誼 這回訪臺單獨會見賴清德 就連可能獨立參選的郭台銘 也預計在九號上午會面 而麻生更當著蔡總統的面 大讚賴清德 麻生這回訪臺唯一一次公開演說 就是參加凱達戈蘭論壇 大談台海區域和平 臺灣要有嚇阻力動用武力的意志 以及讓對方知道這樣的意志 才能確保臺海和平 未來能否選出保衛臺灣的總統 日方高度關注